中国,我说,才去方,我为香港苦求,你们为何要保理相详,想走香港而去? 既然杨高已凋在这一场,东方明居多么美丽的城邦,曾经一片枯舍的雨春孤岛,一波七十年的心血,引尖大招, 因为受到过上帝的嘱咐,丢下过一区维多利亚海港,能能安居落叶,一片强火,回归于奎真,已被你们收下,既然杨高已凋在这一场,为何要把他无情的折磨,摧毁掉, 由于喜悦的上海,反身之地,变成雾斗的战场,由于乌衣挖翔,武功花草,在历史的冰湖挖塑中埋葬, 难道你们只擅长,把雄伟的宫典划为肥墟荒丘,把美好的生活变成哀骨绝肠, 无事生非,折腾胡捞,只操人为的不安动荡,香港人正在机场拥抱齐别, 虽然逃往一步他乡的路上,回到坐过的孩子,并不想再次离开他, 这一切并非一丑一种输家,于是会与自己人的受伤, 敌难杨高已凋在这一场,来与夫妻,就让他安慰于平静的市区吧, 是在苦求的,受过的怀抱,为何还要像采囊般背带他, 不为埃民苏东,要难咽喉,侧难尸骨,使之之道, 不为香港苦求,也为中国祈祷, 一颗遥远的敏居,一旦沉冷下去,就不可能再浮去海面上。